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资讯工作也可能被AI取代 把握三种技能就不会被淘汰 元宇宙来临前企业如何精准布局 抢占先机 想经营未知市场 组织先从模仿小孩游戏开始 在开始聊今天的新闻之前 我想先请问永恩 你觉得怎样的工作 比较不容易被机器取代 我其实好像从来都没有认真的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你应该觉得自己不会被取代吧 不要说出来 我觉得我想象中比较容易被取代的工作 可能会是劳力负担比较大的 像是那种搬运货物 或者是生产线组装零件的工作 而且加上现在大家不是都在强调 智慧化的无人工厂吗 我觉得就是工厂内的作业员 可能会比较容易被取代吧 其实很多人跟你想的一样 然后这个也是我原本的想法 因为我其实去参观了很多工厂 那其实在工厂内其实很多搬运的工作啊 或者是他直接那个产线 其实都是没有人的 就是一条流水线 然后把一个产品都做出来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其实在工厂内的作业人员 或是蓝领阶级的劳工 比较容易面临科技的威胁 但是AI无所不在的未来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马丁福特 那他同时也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他就驳斥了这种看法 他认为呢 从事资讯相关工作的白领专业人员 比较容易被机器取代 听到这个结构 我觉得很意外 为什么就是福特他会认为说 资讯工作者反而比较容易被机器取代 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哦 一是跟需要实体操作机器的工作相比啊 白领员工他们其实主要都是用什么工作 都是用电脑嘛 所以其实你用电脑工作 那如果我要取代你的工作 比如说我要取代一个会计人员的对账工作 那我就安装新的软体就好 可是呢 如果我要取代产线上的员工 他们可能是负责操作几千万的机器 那我是不是就要去重新购置一个机械手备 或者是我要重新去调整这个机器的 里面内部的构造 然后让我的机器人去学习人的灵巧动作 那这个其实我要花更多的钱投资 然后还不确定投资会不会成功 这是第一个原因嘛 那第二个原因是说呢 需要专业技能的这种白领员工 其实他的薪资 其实可能有时候会比 生产线的蓝领员工高 这不一定啦 但是他推测可能 企业就会觉得说 我与其呢 砍掉产线上的劳工 我不如先砍掉这些 没有太多实质注意的白领人员 哦 原来是这样子 嗯 那我还是想要问 就是所有白领员工的工作 其实都会被取代吗 还是说只有特定的任务才会这样 诶 我从你的声音听出来 你好像很紧张诶 哦 其实有一件被发现了 你是不是很担心工作被取代啊 发明研究实业这样子 福特其实他认为说 其实例行性 或是有SOP分析的工作 比较容易会被机器取代 比方说啦 发票对账金额是不是对的 或者是客户服务 有时候他是有一个SOP嘛 就是我要先问你说 你这个产品是什么啊 然后几月坏掉的啊 然后是什么东西坏掉 然后让人家去全选 那这个有SOP的工作 可能就会被取代 而且呢 大型的公司 也有些把这些工作呢 外包到工资相对低的国家 比方说呢 多数的科技公司会 请印度的人员 然后帮忙处理客户服务嘛 那其实呢 把这些例行性的工作 去交给电脑完成啊 也是在提升每位员工 人均产值的做法 大家就可以去负责 更有价值啊 或是更有知识性的工作 诶 但我就是 我还是很想要知道啦 就是未来到底 哪一些工作是安全的 就是那种 永远都不会被机器取代的工作 因为现在不是还有那种 用AI写新闻 还是用机器播报新闻 这种方法吗 还是说其实 接轨国际会不会 接下来我们就 诶 就交给机器人朗读 然后我就从此失业这样子 然后也就是刚刚福特 他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你还是很想知道 什么工作最不会被取代 对吧 没错没错 其实确实有可能啦 就是未来接轨国际 就会有 预选机器人A 跟永远机器人B 然后互相的对谈 但重点是 观众会想听吗 好啦 不过观众愿不愿意 让机器人为你服务 是另外一个issue啦 那福特他在书中呢 其实有提到三个 他认为短期到中期呢 最不容易受 自动化音响的技能 第一个呢 是需要发挥创造力的工作 如果你的工作是 重复性不太高 就是我今天做的工作 跟我明天做的工作 可能会不一样 或者是很少有一定的模板 或是工作模式 来帮助我上手的话 那你的工作可能就是 比较属于这个类型的 你就是必须要 一直想出创新的方案 来解决问题 或是处理手上的任务 所以你这时候呢 需要用到人工智慧 来作为你的工具 那这个科技呢 就会是辅助你 而不是取代你 嗯 这样听下来 我觉得我好像 有一点机会哦 我觉得可以想象到的情况 大概会是 工作者他会成为 应用这些 自动化工具的人 像如果今天 你是产品专案的经理 那你可以用Trello 去向你的团队 发布工作进度 或者是行销人员呢 他就可以用机器人 去帮忙跟客户 做例行性的退换或沟通 节省掉那些 索税工作占用的时间 也就是说呢 人工智慧 他其实会帮助人类 有更大的创造力 而不是取代你的创造力 那第二个 不会被取代的技能 叫做 重视与他人 建立深度关系的工作 比方说 护理师啊 或者是医生 他们就是其中一种 因为他们呢 需要跟病患呢 建立同理和关怀的关系 你可以想象说 你去看病的时候 你可能不会希望 是机器人来帮你打针 因为看到机器人 把你手臂按住 然后你就说 好痛好痛我好怕 然后机器人他就不管你 会不会怕痛 然后针就直接戳进去了 可是我是护理师 他可能就还会多 帮你多涂几层酒精 而不是说 你喊痛的时候 针就插进去 为什么听起来 有一点点像恐怖片 好 那作者呢 他有强调 就是所谓的深度关系啊 不是所有需要 就是面带笑容 还有和客户友善互动 这类的短期服务都是 像打工或是柜台人员 就不属于深度关系的工作 深度关系指的是 需要深入 而且是建立更深厚的情感的 人际互动相关的服务 比方说业务人员啊 或是新闻采访记者 这类的工作 都算在这个范围里面 客户呢 跟受访者就必须要 对这类的工作者产生信任 像这些工作者 他还可以做生意嘛 他还可以让客户 愿意提供他们资讯 诶你偷偷的把新闻记者包进去 你真的很担心 不要说出来 好啦第三种呢 需要的技能就是需要快速应变呢 解决问题能力的工作 那这类型的任务呢 其实包含在没有办法预测的环境中 要快速的行动和应变力 比方说水电工人 或者是机械工程师这种 因为他们面对的情况可能不是机器可以分析出来的 他可能面对几百种几万种 那他就要依据这种不同的情况呢 给予对的解决方案 不过呢 作者还是有给大家一个中肯的建议 就是说 你选择一个你真正喜欢的职业 做自己真正有热情的事情 还是比较重要的 听起来蛮老套的 但是因为你如果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 就会增加你在那个领域脱颖而出的机会 而且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的话 你就会不甘心去做机器就能取代的任务 你会去找新的有开创性的专案来做 那最后再帮听众整理 未来三种比较不会被AI取代的技能 第一个呢 是需要创造力的工作 需要拥有跳脱框架思考的能力 还有创新的观点 就比较不容易被取代 再来是需要与人建立关系的工作 像是情感啊 人际互动的建立 都是科技没有办法做到的 最后一个呢 是需要快速应变 解决问题 还有高技术含量的工作 好啦 既然讲到AI是未来的趋势 我就想到说 元宇宙跟Web3.0 这阵子也是蛮多人讨论的 那网路上也有在 一直在想说 哦 元宇宙时代是不是要来临啊 还是这个只是一个暂时的状态 暂时的热度而已 所以不只是说 人们的工作会被科技取代 其实站在企业的角度 他们也必须要跟上现在的趋势 以免自己被时代淘汰 所以接下来的第二则新闻啊 我们就要来讨论有关企业 想要加入元宇宙的话题 在2021年的时候 元宇宙这个词在网路上的搜寻量 增加了7200% 7200%也太多了吧 这数字没有错吗 很惊人耶 是的 没有错 就是真的就是这么的多 而且拥有元宇宙相关技术的公司啊 像他可能是在做AR 也就是扩增实境 或是他在做VR 虚拟实境的公司 他们募集到的金额 甚至比前一个年度还要高出两倍 总数字呢超过100亿美元 相当于是3300亿台币这么多 所以可以说去年2021年 简直就是一个元宇宙元年 对不对 是的 而且其实我一直以为 元宇宙热潮到现在来讲 应该要退烧了 可是听永恩讲起来 好像还有烧的机会 不过呢 就是Facebook最近也是帮忙烧的人啊 只是他们的烧是被大家骂的烧哦 就他们最近呢 不是公布了一个新进化的元宇宙平台 叫做Horizon World 就是他们把他更新了 然后就被大家骂爆 第一个就是什么 画质不太好啊 然后你的人偶 如果你的虚拟人偶呢 在那个平台上 只会露出上半身 下半身直接失踪这样子 就是很荒谬 对 但是呢Meta呢 其实是有逐渐的在进步的 就是他的画质 虽然说现在还是不大好 但是他有慢慢的进步 而且呢 他也在逐步的构建 他的元宇宙的交流世界 因为大家应该有在脸书或IG上 见自己的虚拟人偶吧 就我自己也有见 然后就可以自己比赞啊 比爱心这样 就很像你 然后那个呢 其实就是未来你戴着VR的眼镜 然后在Horizon World 互动的你的虚拟分身哦 嗯 那我觉得还是跟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元宇宙好了 那元宇宙目前的定义呢 是采用元宇宙理论之父 马修伯尔的说法 他说元宇宙是横跨虚拟 跟实体世界的沉浸式平台 人们在那边可以透过虚拟分身 进行互动还有交易 虽然现在元宇宙的应用 还没有那么的普及 大家也一直在质疑说 Meta在元宇宙方面的投资 但是麦肯锡管理顾问公司就认为 人们在未来还是总有一天 必须要迎接元宇宙主导的时代 其实马修伯尔呢 就是最近出版元宇宙那本书的作者啦 那我来解释一下 为什么麦肯锡会这样认为哦 就是一方面呢 就是因为相关的技术 已经逐渐的成熟了 所以未来呢 就是包含VR的头盔啊 或者是扩真实境的技术 虚拟实境的技术 其实都会慢慢的变好 那价格也会降下来 那大家就更有实用的机会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元宇宙的实用情境呢 已经比过去还要多非常多了 以前呢 可能就只有在虚拟实境上的游戏体验 那疫情期间呢 有些人已经开始用 元宇宙虚拟办公室 跟同事一起上班啦 然后还有呢 发展呢 元宇宙的教育训练的模式 而且呢 还有很多的品牌呢 在平台上呢 策展啊 销售商品 人们呢 还可以在元宇宙平台上面呢 订购达美乐 然后过不久呢 就真的有人去叮咚 然后连披萨就送过来 这是实际发生的事情 那我觉得 虚实混合互动啊 还是跟线上 及时的社群互动 有蛮大不一样的感受的 比方说 像我们在远居办公 如果你要找某一个同事 你还是会先用line问他说 你现在在吗 或者你方便说话吗 可是如果今天 你有一个虚拟办公室 那就可以看说 这个同事的虚拟人偶 如果在位置上 那就代表说 他现在人真的在位置上 你就可以直接去找他问问题 永恩这样的说法 其实就是说 元宇宙的虚实混合的互动体验 其实是会比现在web2.0 就是端对端点的互动体验 更接近真实 然后也会更有人的一些温度啦 这可能就代表说 元宇宙世界还是有他的效益在 所以麦肯锡才会认为说 企业其实试着应该要走进 这个元宇宙的世界 尝试一下新的虚实混合的行销科技 那他也给想要进入元宇宙的企业 一些行销方案的建议 第一个呢 是短期内不要以销售产品为目标 就是你要把元宇宙这件事情 视为是实验性的行销方案 因为虚拟物品的销售量 一定还是远低于实体销售 所以企业应该要把元宇宙的效益 主要放在接触性客群 还有刺激内部团队的创新上 第二个呢 是企业他应该要尝试 多种不同的平台 常见的元宇宙平台呢 像是Roblox啊 Sandbox 或是Decentraland 还有Meta 刚才我讲的Horizon Words 就是每一个平台呢 他都有不同的特色啊 和客群 比如说Horizon Word的人偶 就只有半生啊 没有啦 开玩笑 开玩笑 那Roblox的客群呢 就是比较年轻 然后大部分是青少年或学童 而且这些青少年或学童已经开始在上面 建制一些游戏活动了 很厉害 那Decentraland呢 他就比较适合做交易一些虚拟的物件 然后客群也比较年长 其实国外一定有一些企业都开始尝试 跟元宇宙的平台合作 像是奢侈品牌Gucci呢 就在Roblox上推出了Gucci花园展览的元宇宙版本 在短短的两周之内 就吸引到将近两千万的游客 很多耶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惊人 而且呢他们也和虚拟分身的社群平台 Zepital合作贩售服饰 让顾客呢可以用自己的虚拟分身 穿着不同的衣服 然后在不同的场景拍照 就可以看出说 Gucci他不只是在尝试摸索 跟新世代互动的方式 他们也更专注在推出符合受众需求的服务上 第三个麦肯锡给企业的建议呢 是要在平台上创造虚实整合的体验 也就是说呢在元宇宙里面你创造的体验 最好要跟真实世界有所连结 比如说滑板品牌Vance呢 他就在元宇宙平台Roblox 推出滑板公园 那顾客们呢就可以找他的朋友呢 一起在公园里面玩游戏啊 赚积分 而且呢这些积分呢 还可以在虚拟的滑板店 定制专属的滑板 那这个体验活动其实就符合滑板客群的需求 因为他们本来就会找同好一起玩滑板 他们本来也就会一起去定制滑板店 这个活动呢就成功吸引了4800万人一起参与 说到这边我记得 玉璇是不是曾经有采访过一间台湾的企业 也是将元宇宙应用在金融服务上面 我是听那个远东银行的数位金融部跟我分享的 他们在8月的时候推出了一个元宇宙分行 那他们在推这个分行的概念的前一版 居然是说他们从元宇宙办公开始 就是去年疫情的时候 他们本来都是用远距视讯软件 就是用Teams开会 然后来实现远距办公 可是他们在用Teams的过程中 就是说其实真的就像永恩刚刚讲的状况 他们就常常找不到同事 然后不确定同事是不是在位置上 那这时候团队之间的连结 就没有像之前的实体办公那么好 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办公室搬到Gallertown 那这个Gallertown就是可以打造一个虚拟办公空间 那每一个同事早上我的虚拟人偶就会在位置上 那如果我要找A同事 那我就真的就像永恩刚刚说的 走到他旁边 那走到那个旁边的时候 那个同事的画面就会出现声讯软体 那你就可以直接跟他对谈 那他们先从了解什么是元宇宙形式的办公 其实他们就想说那我们这个形式可不可以用在 开拓新的金融服务 所以他们呢就在Gallertown呢 成立元宇宙分行 我有看到就是远迎那个分行的照片 真的很可爱 就很像你在一个游戏的画面里面 然后像一个虚拟的银行 就真的有服务台啊 有接待大厅 柜台还有会议室等等 那像你走到柜台的话 他就可以提供客户申办信用卡 或是开户还有贷款的服务 但是呢目前碍于法规的限制 所以最后还是会跳转到官网的申办入口去做申请 远迎他们目前是认为这是一个虚拟整合的一个新的尝试啊 那他们也不希望说这是一个谈话一线的活动 所以他们就目前正在积极的优化他们 然后是采用邀请制的 就开放用户啊和品牌的厂商进来体验 然后给予一些回馈的意见 然后他们会一步步的把 比如说办卡的流程啊开户的流程都把它修正好更顺畅 而且呢他们在建制这个元宇宙分行的时候 也不是只挑给了套 他们也曾经在Sandbox上面试过 但是后来发现说 虽然在Sandbox上面的视觉效果很丰富 但是用户体验不友善 所以才回去用给了套这样子 嗯我觉得远迎的这个元宇宙分行啊 对企业来说其实是蛮好的例子 或许你在这个尝试上面不会看到立即的效益 可是从长期来看呢组织跟上创新行销科技的脚步 才能让你的团队保有竞争力 好最后再为听众总结麦肯锡给企业进入元宇宙的三个建议 第一个呢是短期内呢要将目标放在接触新客群刺激团队上 第二个呢是要多尝试不同的虚拟平台 最后呢你要设计一个整合虚拟和真实世界的体验互动 那我们刚刚谈到进入元宇宙嘛 像现在科技进步的速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快 企业如果还是只想要靠着自己原本的竞争优势 你就很难在未来保有长期的竞争力 诶不过我就是一个好奇宝宝 我还是真的就是非常的好奇 我们刚刚讲说企业想要跨入元宇宙有哪些方法了嘛 但是如果有些公司它是想要去开拓其他未知的市场 有没有什么比较特殊的方法或是技巧可以给他们参考的 诶其实永恩刚刚提到的那个确实是很多企业的困难点哦 因为在经营创新市场的时候其实是会比成熟市场更困难的 一来这个市场太新了 客户也还没有形成 你甚至不知道你的竞争对手是谁 那是客户的需求当然你也不知道 这种紧张的局势其实是很容易导致企业失败哦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评论其实就指出呢 有高达90%的企业推出新的专案的时候呢 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 针对这一点呢 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特聘教授克里斯托弗·宾厄姆 在他和各个产业的高阶经营人进行很多次的访谈之后 就提出了三个建议 那这三个建议核心的精髓呢 都是要企业像模仿小朋友一样 去探索未知的商业模式 首先第一个建议呢 是要接近平行游戏的概念去解决困境 平行游戏指的是一到两岁的小朋友 他们彼此互相的模仿啊 还有彼此互相的借用玩具 但是很特别的是 当他们做完这些行为之后 就还是会各玩各的 然后很少讲话 也很少和其他人互动跟比较 哦 也就是说如果是一岁的玉璇 他就会去看一岁的永恩在玩什么 然后在玩积木 然后我就跟着他一起玩 但是呢 我不会管 我的积木跟他比起来谁跌的比较高 这个情境呢 借用到企业经营上面呢 就是要抛开 做出差异化产品的心情 然后你要借用竞争对手的想法 不要只去想跟别人做出不一样 像美国呢 在发展汽车工程产业的时候 部分业者呢 就符合这个状况 当时呢 有一家业者叫做Sidecar 他就是最先提出整合电子支付 GPS导航 和司机评价的功能的APP 然后让客户可以叫车 那之后呢 Uber呢就跟着一起模仿 也推出类似的功能 他讲这个并不是说 我一定要去学别人 而是他有点像是说 因为这个市场有一点未明朗 那我们不如就先把这个 创新市场的饼做大 然后了解客户的需求 把这个饼做大之后 大家再开发出 差异化的产品服务 那第二个建议呢 是不断的去测试跟修正 通常像小朋友在玩玩具 或是休息的时候啊 其实他们会先去观察 然后去探索每一个选项 接着再从这当中 选出一个最吸引他们的 不只是这样子哦 其实当小朋友 他们玩到一个段落 然后休息完之后 其实不会马上接着就继续玩 而是会先停下来思考 然后回想自己刚刚做的事情 这个模式呢 对应到新创事业也是这样 宾二姆就发现说 比较成功表现比较好的组织 他其实是会不断的测试产品 并且从测试产品中 找到有潜力 有效益的商业模式 举例来说 Instagram的共同创办人 凯文斯特罗姆 他们在早期 他推出了一款APP 其实叫做博本 是Instagram的前身哦 那他功能其实非常的多 包含说你可以结合地理位置啊 照片打卡 还有一些网路游戏等等的服务 他推出之后就发现说 这个功能好像太复杂了 所以呢 他就删减掉多余的功能呢 只专注在照片分享 然后呢 才开创出这个Instagram 才成功地取得市场的龙头地位 也就是说 企业其实你在发展 这个创新事业 或创新产品的时候 你不要着重在 我把一个东西做生 我反而应该要尝试说 不同的形式的产品 类似形态的产品 去挑选出最好的 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 那最后一项建议呢 是要先累积产业的知识 而且要适时的知识 宾安姆就提醒 企业在进入新市场的时候 你不能够太急躁 或是太冲动 你要先做好产业相关的研究 而且还要定义出 你商业模式当中 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接着再去制定计划 然后争取市场上可能的机会 企业可以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当中 累积自己的背景知识 并且为以后的策略发展奠定基础 同时充实自己的实力 这个意思就是说 企业刚开始不要走太快 一下子推出太多的功能跟服务 其实跟前一个有点像啦 那我这边也举个例子 就是Drawbox Drawbox呢 它早期呢 其实就着重在一个单项的产品 就是提供云端档案的存取空间 它并没有提供太多余的多元的服务 而是等到说 大家都买单我原本的这个商业模式 就是大家都很喜欢我这个云端存取空间 我也了解这个市场需求之后呢 我才陆续新增其他的服务 比如说档案共享啊和协作 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用既有的产业知识呢 迅速拓展到其他更有潜力的市场 或是更有潜力的服务 然后呢 可以应对创新而产生的挑战 那最后呢 再为听众总结一下 宾厄姆提出的三个建议 第一个是借用竞争对手的想法 并且整合还有创新组织目前的发展模式 第二个是要测试观察产品或是服务 并且找到潜在的利益 最后一个建议则是充实背景知识 然后提醒企业不要看到机会就先行动 其实创新一直以来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但是透过以上三个建议呢 相信企业就能够在开创新市场的时候 避开创新的难题 同时呢 提高组织成功的几率 今天很谢谢永恩的分享哦 我们讨论的三则新闻分别是资讯工作 也可能被AI取代 把握三种技能就不会被淘汰 元宇宙来临前 企业如何精准布局抢占商机 第三个是想经营未知市场 组织先从模仿小孩游戏开始 喜欢经理人Podcast的话 欢迎到Apple Podcast给我们五星好评 如果有职场困扰 希望我们解答 也可以填写资讯栏中的表单 啊不要只勾选 就是喜欢这个国际的单元啦 就是表单上面有三个问题嘛 我发现听众朋友呢 都只勾选最喜欢接轨国际这个单元 麻烦大家多留言你们的困扰 这样我们才可以安排 资产专家为你解答哦 以上内容由 简玉璇吴美星编译整理 简玉璇邱永恩制作 谢谢大家的收听 经理人接轨国际 下回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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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